Here's the welcome back to my channel 买了大概一两千块钱 这个价位是比较多的 中等的 我比较喜欢购物的一个网站 那还有呢 就是非常平价 就是随便买几百块钱 甚至一两百块钱都有的 我都会买 所以我一一讲一讲 我购买的东西 都是在哪几个网站 我们现在就先跟我一起开箱 好不好 首先给大家开箱的 这个是我一般买设计师的衣服 最常用到的网站 MyTheresa 我跟大家说过这个网站了 这个网站其实非常的好用 它寄过来的东西非常的快 而且一般情况下 设计师的服装和鞋子 在它上面也非常的全 像一般的Christian Louboutin 那种红底鞋 在很多的地方 这种电商的设计品网站 不太好买 而且呢 它有很多的时候 都会有非常给力的价格 所以推荐给大家 这次我给大家开一下箱 看看都买了什么 哦对 除了男士和女士的设计品之外 它还有小孩的一些设计师的衣服 我给翠宝的设计师衣服 也是在它这里买的 我可以把那个link都放在底下 大家如果有信心的话 可以看一下 它整个从服务到包装 都非常好 而且售后也非常好 如果拿了之后 你觉得不合适的话 会换的就非常不方便 这个盒子非常的高级 出来出来 我已经想过很多次了 我买东西只分好看和不好看 不是特别的看下去 但是有些设计师的东西 真的是做得非常的好 我这里面应该有一件 Stella McCartney的衣服 所有的这些账单啊 什么东西 都在这里 如果你不喜欢呢 Return Label的 你会换 这里写人 这个是打折的时候买的 便宜了很多 是很值很值的价格 Stella McCartney这件衣服我是打五折买的 我买的是一个jumpsuit 也是连裤的那种衣服 但是这次我只花了1275新币 也就是说加上它的运费是1300新币 那就是大概是6600元 这件是Stella McCartney的裙裤 哇真的很好看 它是单肩的上面 底下是宽腿的 这个料子显得非常的高级 Stella McCartney 真的我告诉你 你在MyTheresa上面能买到非常非常值的 这件衣服在北京星光天地 绝对是要2万多块 我应该是看到过 应该是2万多 因为我以前在星光天地也买过 Stella McCartney的衣服 真的比这些店商贵太多了 所以我很建议大家可以去 没事的去MyTheresa逛一逛 它上面有很多品牌 如果你喜欢Belmont Stella McCartney上面有很多很多 从老一点的到新一点的它全都有 然后我这里可能有点小的 凝聚在装修我的脸 那我们需要原谅我 待会给大家穿上看一下 另外这件就比较便宜 它是一个小众的设计师 新锐起来的 这个设计师的牌子叫Hansa London 这个它里面就是以很多这种特别显身材 这种有stretching的车 穿的看起来很小 但是多胖多瘦的人都能穿 这个衣服是这样的 也非常漂亮 这件就很便宜了 就相对了 279块新币 然后加上shipping and handling 大概是6块钱的新币 所以285新币 大概是1500块人民币左右吧 就是在设计师里面算相当平价的吧 但是这个品牌现在在欧洲的那些年轻的明星里 特别的受欢迎 你知道啤酒妹吗 就美国那种超美的那个新进的少女歌手 叫Madison Beer 好喜欢它 我觉得它要真的超吃它的颜 我觉得它长得太美了 他喜欢这个牌子衣服 所以我也去买了一件 大家如果喜欢的话可以去看看 我也会把link放在底下 好这个是两件大牌的开箱 我再给大家介绍一个就是比较普通价格的那种电商网站 我老粉肯定知道 我就是在revolve上面买东西 这次我在revolve上面买了一大堆 这次上面我买了很多打折的首饰 你们有的时候看不到耳环啊 项链很漂亮 就问我在哪里买的 基本都是revolve上面买的 我跟大家一起来插一插一插一插 哦对我买了一件毛衣 这个毛衣是准备我回国穿的 因为在这儿现在暂时穿不到 我觉得在飞机上什么的会很舒服 这件毛衣也是因为正在打折 手里有一件大 这是小号但是看着很大 这样的一件毛衣就很长穿在身上 我觉得如果回国的话 在飞机上什么就很舒服 应该很好 待会给你们展示一下 我看这件毛衣多少钱 没有价格呢 这件毛衣原价是四百新米 大概两千块钱 我是两百五十八新米买的 所以一千多块 这大概也是打了五十万 我很贵 精打自断的 然后再给大家看看我买的这些首饰 首先给大家看这是一个cut 是一个戴在手上的手镯 是不是觉得挺好看的 然后这里是有点小酸面的感觉 戴在手上 都是这样的 我觉得挺好看的 你们觉得很酿面 这个手镯是final sale 我带给大家看一下这个 它很多很多手镯都在打这个 这是什么 是一个项链 这个项链是一个什么银铛 就是几个项链上的一层 你要是坏的吗 我知道了 这个项链分着它 一层 然后它是三层这样 好看吗 三层项链这样一起戴 感觉蛮特殊的 这跟这件衣服不是很配 但是我觉得总体感觉还挺好看的 这种就是fashion jewelry也不贵 就是最贵的是大概就是一千两千块钱那种 然后便宜的就几百块钱 这种首饰的好处就是弄坏了丢了呀什么的 不心疼的嘛 好继续 这个项链是我第一眼上就觉得很喜欢 你看它是贝壳 然后你看 贝壳上面有一种小钻 有看到吗 贝壳上面有种就是五彩斑斓的小钻 这钻都还颜色都好像不一样 非常好看 这个牌子叫8Other Reasons 但是to be honest 我就在乱到我现在古马上 真是没用 没看它是什么材料 看看这个多少钱 这个项链是146系列 大概是700 这个项链蛮轻的 比我想象中要7块多 好看吗 这个我很喜欢 alright 更美 哦这是一对耳环 这对耳环是52星米 大概250米 这个牌子叫Amber Seeds 好看吗 我现在蛮好看的 喜欢 喜欢 这还有三副耳环 它一副是这样的 这个牌子叫Vanessa Mooney 然后里面还有两个十字架 还有一个 它这三副是放在一个里面 还是这样的 看到有三个 看一下 这三个的耳环是125星米 OK 还有最后一个 这个米盘重的 哦 这个是18k gold plate的 这个是18k普通的 来自洛杉矶的品牌 这个牌子叫Etica E-T-T-I-K-A 这个是个choker 很好看 你看 好像带反哦 应该是这边 好看吗 我很喜欢 OK 这个revolve是一个相对于 就是中等价位的电商网站 是我非常喜欢在他家购物 然后另外还有就是 ASOS ASOS是我买很多很多的衣服 他的衣服一般都非常的中价 今天我有一件开箱 我已经拿出来了 给大家看一下 没有穿 但是样子 很好看 一件白衣服 可能比较夸张啊 很多人觉得 但是我很喜欢 就很像一些设计师 已经在这超便宜 这个可能就 估计也就 3到500人民币 这样很便宜 很好看 等一下我也给大家穿一下 给大家参考 我现在的工作室已经很乱了 然后我今天就给大家分享了几个 我非常喜欢购物的网站 由非常贵的设计师品牌到 便宁库 而都可以买得起的衣服 全都有 大家要记住 衣服还是适合自己的最好 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我会把所有衣服的link 都可以全放在底下 大家去 好棒 Happy Shopping Bye